现在我们再来试想啥种的比喻 刚才我们论到 主耶稣用啥种的比喻来表明天国的奥秘 教会时代对于神的道有四种人的反应 第一种就是听见神的道 他不明白魔鬼撒旦就来了 把他内心所听见的道夺了去 我们讲到第二种的 是他听见神的道 他翻习领受重生得救了 但是由于他内心没有根 没有扎根在主里 于是当他为了神的道 受到泛滥逼迫的时候 就放弃信仰 就眼离主 就跌倒了 那么现在我们要来特别思想的是 如何能够在主里深深的扎根 首先要清理内心的石头 我们说了这些石头就表现罪 一个信徒要把内心许多得罪主的 得罪人的向主认罪到空 同时我们要思想一节的圣经节 记载在哥罗西书第二章那里提到 圣经这样说 你们既然接受了基督耶稣 就当造他而行 在他里面生根建造 特别提到在他里面生根建造 生根是植物的比喻 建造是建筑物的比喻 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 我们既然相信接受了基督耶稣 要造着基督耶稣的教训而行 要活出主的样式 如何能够活出主的样式 就需要在主耶稣的里面 在基督里生根 就像一棵的植物 它需要生根 我们看见温室里的花草 它经不起大风 因为它的根是很浅的 大风一吹连根拔起 但是在高山上的大树 你会看见经常面对很多大风 但是它能够能难 屹立在那边 为何呢 能难耸立在那里 是因为它根深得很深 砸得很深 它从小开始幼苗的时候 已经面对风了 所以经常面对许多风 令它了 反景逼它了 要生根深得很深 以至大风来临的时候 飓风来临的时候 它还能够屹立在那边 这里就实在地告诉我们 今天我们身为基督徒 我们不是温室里面的花草 我们不是等坐花桥上天堂的人 主义书告诉我们 跟从它的道路 是十字架的道路 人生的拟图 不是天色常南 发香常满 人生总是会面对很多的变化 有时候有顺景 有时候有逆景 有时候有各种的艰难 当我们跟从主的时候 甚至要为主的道 为此守真道 要受逼迫 要面对艰难 所以我们就是要在基督耶稣里 生根 意思就是说 每一个难处来临 每一个困难来到 生活中大小的艰难 临到我们身上 都是叫我们去依靠主 我们每一次去祷告依靠主 每一次就审许经历主 每一次依静主经历主 我们依主的关系就更加密切 这一个密切就是杂根 在主里杂根 一个不亲近主的基督徒 他是往世界杂根 所以他是以世界越过越亲密 但是一个亲近主的基督徒 他是大事小事 顺景逆景都亲近主 所以所有的泛滥逼迫 成为他化妆的祝福 叫他在主面前 敬思祷告 流泪祷告 拨切祷告 更多的赞美 以致他是深深遗嘱扎根 就像大卫在写诗篇的时候 他是经历了许多泛滥逼迫 但是在那一些的泛滥逼迫里面 他持守神的道 发出了很多感人的祷告和赞美 写成诗篇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若不是在基督里扎根 我们若不晓得万事复相效力 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所以不是等到大逼迫 大发难来临的时候才站住 是平时在小事上 就经历以主清静 在主里扎根 然后到逼迫发难来临的时候 飓风来到的时候 你已经平时都在基督里了 你就能够靠主得胜了 你会看见 门徒们跟从耶稣 在士福音时代 他们很少祷告 所以在科西玛尼人他们 在最需要的时候 他们反而都睡着了 不能遗嘱警醒骗士 以致当主耶稣面对患难的时候 他们都跌倒了 西门彼得三次不认主 所以我们看见 在主里生根建造 建造是指建筑物 一个高楼大厦 它必须有很深的根基 所以今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建造是 我们必须有生根 有利根基 总而言之 我们今天需要在大事小事清静主 以致我们未到受逼迫的时候 最小的逼迫 比如有时你信耶稣 家人逼迫你 不想你去参加聚会 因为他是拜偶像的 或者你在同学当中 同学孤立你 因为你是基督徒 或者同事当中嘲笑你 你未到受逼迫 持守真道 收到了 你更能够荣耀主 当然有的是在受逼迫的环境里 他们在受逼迫的环境里 面对逼迫的时候 靠主站立得主 将来得主的赏识 还有种子撒在 这个经济里的第三种人 经济主耶稣说 就是表明有今生的失利 全财的迷惑 在路加福音里面 你特别提到 今生的失利 全财的迷惑 路加福音第八章 也就是这些经济 第一是今生的失利 失利就像经济刺人的心 总指他在经济里 是不会结实的 他给经济挤住了 今天我们内心 都是许许多多的忧虑 这些忧虑就像刺 把我们刺住 所以圣经说 贪财是万恶之根 有人因为贪爱钱财 就把许多的失利 把自己的心刺透了 一点都不错 无论是忧虑今生的生活 忧虑明天 忧虑两年后 十年后 忧虑将来 现代人太多的忧虑 主耶稣告诉我们 一天的难处 一天担当就够了 天空的灰鸟 也不重 也不收 天父尚且看顾他 我们从来没有看见 一只飞鸟 它因为 一只麻雀 它因为 没有吃的 饿得不得了 飞飞就跌在地上 没有 天父养活他 每一只麻雀 都是很灰的 你会看见 天父养活百物 何况我们是 他的儿女 连我们的头发都数过 所以我们必须 深信父神 信靠牧养 我们一生的神 一天的难处 一天担当就够了 不要为明天忧虑 我们是 每一天信靠神 我日用的饮食 今日吃给我 每一天信靠神 神要我们 平信心生活 所以我们 要把今生的施虑 把一切的重担 交给神 凡是既得 祷告祈求和感谢 把我们的忧虑 都谢给神 就应当一无挂虑 当你这样 凡是交托的时候 你信靠神 神与你同在 你就能够 有心为着主 能够为主 多借生命的果子 圣灵的九颗果子 人爱喜乐和平 人爱恩赐良善 信心温柔节慈 就能叫很多果子 还有 你这个 若是里面的经纪 靠着圣灵的火 把这些忧虑都除去 同时 钱财的迷惑 钱财的迷惑 也像经纪 是会影响我们这个人 世界的诱惑 钱财的迷惑 人若爱世界 爱父的心 就不在他里面 人若拜马门 就不会敬拜神 一个人不能 是否两个主 所以 末了世代 充满诱惑的年代 我们要以基督为满足 只要有衣有食 就当知足 金钱加上知足的心 除去一些贪爱 钱财的心 靠着主 以主为满足 信靠神 寻找神的义 追求神的果 神就把我们所没有求的赐给我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要除去内心一切的经济 然后我们因性而活 这样我们就能够多结生命的果子 还有第四种人 就是啥种 在豪土里的 主要是说 豪土就能结果是 有一百倍的 有六十倍的 有三十倍的 倍数的不同 是根据他们在神面前 那种与神关系是否密切 与神关系越密切的 越依靠神的 越凡事连与神 越爱主的 他自然就越靠着主 接受更多的果子 与神关系 相对差一点的 接着果子相对就少一点的 因为我们理到主 就不能做什么 与主越亲密 越住在主里 我们就越能够为主发光 自然就接受更多生命的果子 更多赞美的果子 传福音的果子 就是百倍的果子 所以弟兄姊妹们 什么叫豪土呢 豪土在《路加福音》第八章 讲得很清楚 就是人听了道 翻习领受 然后存在善良 诚实的心理 并且忍耐着解释 善良就是好的心理 他对于神的道是科目的 然后是诚实的 是带着心灵诚实敬拜主 对于神的道是很诚实的 追求主是单纯的 是诚心的 然后是忍耐着解释 泛滥生忍耐 我们持守主的道 不是一时的 不是一段时间 是一生之久 无论顺景 是逆境 是患难 都照样持守主的道 就像保罗说 所信的道 我已经守住了 这个所守住的 全本信旧的圣经 圣经神的真道 守住了 然后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 就能够 每一天生活 都是结果子的生活 叫神得着荣耀 从这个比喻里面 我们看见 主的心意是 盼望所有天国的子民 都结果子百倍 叫父得着荣耀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属于哪一种呢 还有在这个比喻里面 同时也是讲到 神的耳里 对于神的道 有四种不同的反应 四种不同的心田 每逢主日 听讲道的时候 我们属于哪一种心田呢 有的是把主的话 当作耳边风 结果呢 他不明白 他就得不着 当然传道人 也要把主的道 讲得让人明白 深入浅出让人明白 更需要祷告 求神开启 就要人明白 同时呢 撒旦是很厉害的 每逢我们听道的时候 他留意 谁睡着了 谁不在意 谁不明白 立刻把他内心的道夺去 撒旦很怕神的道传开 所以今天我们要 警醒听道 警醒传道 同时 第二种呢 是对于神的道 起初翻新领受 但是听完了 不去经历 结果内心没有根 就不能扎根 遇到试炼 就跌倒了 遇到一点 祷告得不到 主答应 一点泛滥 一点艰难 他就离开主 因为他对主没有经历 他听了道 不去经历主 不扎根 不纯迹在内心 第三种 是虽然听了道 但是内心充满了忧力 结果呢 就不能 让神的道 在他里面生长 所以他需要信靠 需要靠主 胜过世界的以活 这样就会成为豪土了 存着单纯的心 存着诚实的心 忍耐着领受主的道 主的道就能 结实百倍 但愿我们都是一批 能够结实百倍 叫主得着荣耀的子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